卡雷米克当是位于Bierglai的最大而最漂亮的公园 卡雷米克当是要塞 卡雷米克当是在我们首都最重要的文化历史古迹 卡雷米克当是动物园 卡雷米克当是各种各样音乐界和戏剧界的舞台 卡雷米克当是巨大的托儿所 年轻人在卡雷米克当苦爱 而他们的第一问在这里发生 对退休人和想起手来说 卡雷米克当是言辟 卡雷米克当大概是位于Bierglai的最有名的城市部分 它就在城市中心 通过叫米海罗伯爵的街道的新人区 你们慢慢来到这里 你们从Bierglai的要塞可以看 萨瓦河流到多瑙河的回流 在斯雷姆地球和巴拿特地球的平原 在舒玛地亚地球的高原 自古以来 卡雷米克当善良的位置就引起人们 新17世纪的时候 第一个军营区在这里被成立 吴马人用卡雷米克当的站位位置建筑了军营和在药材旁边叫星期都能全部的城市 吴世纪 雄女池地毁掉了城市 早期的中世纪 叶马人其中的是斯拉夫人深入了 叶马人叫这座城市Bierglai的 11世纪 在多瑙河上的巴掌亭边境在这里被成立 而卡雷米克当变成了很重要的军事基地 Bierglai的去的突然的进步和卡雷米克当作为文化空间的发展 与塞特范拉塞雷维奇国王任务有很大的关系 事物涉及塞特范拉塞雷维奇作为匈牙利帝国的陪衬 在这里成立了新的萨尔维亚国家首都 1521年夏季 苏莱曼 主持的土耳其军队侵占了Bierglai的摇塞和城市 土耳其人不断发现了卡雷米克当摇塞的战略意义 而且全部的城市美丽 由于这个原因 土耳其把卡雷米克当叫作为考虑的小山 自古以来 卡雷米克当这个城乎被保存 使建国的增快 而历史情况1717年改变 1717年 奥根萨维斯克主持的奥地利人来到Bierglai的 Bierglai的摇塞变成巨大的建筑工地 根据尼古拉 多克斯塔的设计 卡雷米克当摇塞的大修复被完成 1739年 叫Bierglai的首帐的协议被签订 而土耳其人回来了 1867年 土耳其代表 把Bierglai的摇塞的钥匙交给 米海洛 欧布列诺维其打工 在道路 小道路和黑地道散步的时候 你们在卡雷米克当可以感到身体古代的深美丽 看在卡雷米克当墙写的明刻的时候 国路人可以想象在这里发生所有的事件 许多的历史人无纪念牌就在卡雷米克当 比如 舍然拉克奇纪念牌 舍然独切纪念牌 文学家 东马诺维其纪念牌 舍然亚克西纪念牌和音乐家 莫克拉纳次纪念牌 牛然的青铜画像也在这里 这就是刚写法国的纪念牌 因其最大主义的纪念牌就是叫圣里者的画像 而他是印在第一次打仗活的圣里建筑的 圣里这纪念牌是每个人可以认出来的比尔格莱的象征 参观者总是展望路马境 各种各样的故事针对这个神秘的地方 参观者佩服有种不同的塔 摇散满和人还没有考察的坑道 在卡雷米克当散步的旅游之会通过木头的桥 而游览则然是博物馆 军事食物博物馆 美术馆 露书茶教堂 佩特卡圣人教堂等等 来自小城社新来的比尔格莱的旧民 每个周末在卡雷米克当见面 他们来到这里听从故乡的行闻 而他们与数学人谈到在首都巨大的经验 锅节热的时候 神明常常在这里跳舞 画家、音乐家和社人都喜欢卡雷米克当 而他们在这里就行 在全世界上的一百座城市被介绍 包括许多文化内容的 比尔格莱的夏天文化活动 和音乐节在这里就行了 较从天空看的国为期三个月 美妙的展览会还没有结束 这就是有名摄影师的项目 要写从天空看国家的照片 在全世界上的一百座城市被介绍